我們來做一些說明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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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議會啊 由我們那個 陳立威議員的 李主任 對不起 剛剛那個 我們把陳立威議員的 李主任這邊 是不是 陳議員這邊有發言 主席 然後在座的委員 然後市府的官員 然後還有關心 這次都市計劃審議 專案會議的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陳立威 陳議員辦公室這邊 事實上議員很關心這個事情 那我大概也說明一下 就是說為什麼今天 然後會有 事實上應該說 早期聯合開發 事實上是一件 民眾都很願意的事情 因為上台北市實施 所謂的容積管制之後呢 然後事實上 在進行都市更新 在家連開的時候 事實上他的容積獎 基本上是加成的 但是因為 99年那時候 市長的選舉 所以說 郝市長就規劃 所謂的一個 就是所謂的 俗稱的老公專案 那這老公專案的話呢 事實上就變成說 會讓整個 捷運的 就是說我今天 我走老公專案的話呢 事實上跟我今天 我走連開的話 事實上說我獲得獎勵 基本上是一樣的啦 所以 早期 以前的民眾 是很希望連開的 因為 連開的話呢 除了都更獎勵之外 還可以拿連開獎勵 那 因為 市長的 這個 政策宣布之後 然後事實上 今天就會 產生這樣子 一個結果 所以說 我印象記得很清楚 在 市長選舉那一年 八月 八月一號那一天呢 是讓我們開了一個 R04南策的 捷運聯合開發說明會 那時候很多租戶是 我有聽到 很多租戶是跟我們講說 沒關係 事實上分回來的坪數 比現在的居住的少一點 沒有關係 但是呢 事實上方式可以更新 然後有設 捷運從他們 就是 就說 那個樓下經過的話呢 事實上他們是願意的 但是 因為 好市長這樣的一個政策之後 事實上 整個都變了掉 那 我想這次 做一個歷史背景上面的說明 那 第二部分的話就是說 像我看了今天這個 檢驗局 針對 這個專案小組會的一個檢報 事實上並沒有 說得很清楚 就是 所謂的 當然住戶最關心的 一瓶換一瓶的部分的話呢 事實上並沒有把 那個試算的基礎 詳細的試算 方式的話 然後來 跟 委員做個說明 對 我覺得這是 缺乏的地方 然後 當然 上次的那個 專案 委員會議的話 上有提到 就是說 捷運設施設置之後 然後 錄行調整的部分 然後 事實上 在今天這個簡報裡面 事實上 也沒有看到 那 今天我看了一下 整個簡報內容的話呢 事實上 也真的如同 剛剛那個 收尾里 里長和李青所說 就是 事實上以最小用地 取得 的 方案來進行的話 事實上 感覺啦 感覺是整個 都市景觀 包括說 對 整個 用地規劃的話 事實上是更 更 更破碎 更沒有整體性 對 那 說實上的話 我也不曉得 接下來的委員們 然後要怎麼樣去 處理 東延段 然後 都市計畫變更 這種 這麼困難的難題 我不知道 對 因為這個 都市計畫變更案 事實上是我看過最困難的 一個變更案 對 那就靠 所有委員的智慧 不過 剛剛有位先生提到就是說 事實上 土地使用分區的變更 事實上那也是一個思考 對 那 就 拜託各位委員 謝謝 好 謝謝李主任 那 我們還有沒有發言 如果 沒有的話 我們現在就進入 中國討論 那 是不是我們先請 那個 檢舉這邊做一些說明 好